Yami,你那時候提了這個案子嘛 提了這個案子之後在網路上 你有去動員很多人來連署嗎? 還是大家自己就跑來連署了? 我那個時候是發到各個遊戲版上 然後還有Facebook跟遊戲版嘛 比如說巴哈姆克 主要是在巴哈上面發 然後有一些人就會轉到PTT 或者說Facebook上面也有發過這樣 OKOK,那有沒有人罵? 罵我?比較...嗯...是有一些人... 網路上如果你提了一個意見 然後很多人不會去罵你連署 反正罵你提的很爛什麼什麼 其實我覺得你提案壓力也不算小 是不會到罵爛啦 是有一些人會想說 和...和那個...和那個... 和...政府高官提這些案子 根本就沒有用 就是他們覺得沒用就對 嗯...對,然後就會... 潑冷水之類的 就會覺得說你提這個怎麼可能有用 浪費時間 所以你也蠻期待五月份那個遊戲公布 就可以拿來槍他們 嗯...有什麼鬼 我沒看到什麼鬼 OK...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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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們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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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第一題開始 好...你過去有沒有跟政府打交道的經驗 比如說你有... 呃...開過會或是... 有其他的...接觸 任何形式 任何形式? 嗯...沒有...這個... 這個協作會議是我... 第一次跟政府打交道 所以你也沒有打過1999 1999...沒有...都沒有 對... 那...呃... 你...你覺得... 為什麼你會想要在就演平台上面提案 不是透過其他的方式? 嗯...因為那個時候... 在那個時候是早就知道有這個平台的存在 就是... 新聞或者是包裝雜誌上面都有提過 對...那那個時候第一個想到的就是說 那我...那有這個平台可以提案 有這個平台可以提案 那...那...那你就從這個平台上去... 上去做提案這樣 所以你是相信這個平台是有效果的 還是你只是覺得... 嗯...試試看 對... 那這是你第一次提案嗎? 是 那你是什麼時候知道的就演平台? 嗯...不知道耶...就... 還是透過什麼時候? 應該是... 嗯... 其實我記不太清楚 就... 嗯...那個時候要提案的時候 第一個想到的是... 就演平台 啊...有這個東西可以用 對... 那...你有沒有想過說 會超過5000人? 對... 嗯... 剛開始的時候其實... 想說發生那麼大的事情 那台灣... 的遊戲環境已經慘這麼久了 那應該... 很多人都會立刻提案吧 所以沒有想說... 可能不會成案的問題 嘿...對... 那可是其實到了大概... 大概...大概... 就... 裝... 中間的時候其實有嚇到 想說... 欸...奇怪... 怎麼那麼少人? 台灣玩遊戲的人應該不會這麼少 對... 所以他這個過程的人數的增加是有... 有一點一點卡關的 對... 到2000很快 然後2000到3000停住了 那但是最後突然又過了這樣子 嗯... 差不多 那你在這個過程中有沒有想說 可能在比較... 還沒有那麼多副意的時候 你有想說要做些什麼嗎? 嗯... 我在這個過程就是盡量去各個平台上面... 發文 那也是有一些... 很熱心的網友 會幫忙... 發... 轉發到其他平台上面 對... 那應該就因為這樣子 後來... 後來... 很多人都知道這件事情 那... 那當然就... 複意了 對... 可不可以談談說... 你當初在... 接到... 呃... 成案之後到接到電話 大概是隔多久的時間? 嗯... 大概... 還蠻快的耶 我記得... 幾天內就接到了 那你... 你可以說一下當時候接到電話的... 一些... 互動... 跟你的... 你的感覺嗎? 喔... 那時候接到電話第一個感覺 第一個想法是... 欸... 會... 會... 會有人打... 會有人... 會有人... 打... 打... 打給我 對... 然後就有點嚇到 那... 那那個同時當然也很... 很... 開心吧 就覺得真的有被... 注意到這個提案這樣 所以你... 你剛才說你有點嚇到 是說你原本的期待是... 欸...過五千人了 政府說不定就是在... 因為通常我們很習慣網路事情網路解決 你可能覺得網路的提案 政府就是... 呃... 在網路上給你一個回應 對... 你沒有想像到說他會打電話給你 是... 對... 那當...到時候... 當時在討論... 呃...接到電話的時候 大概... 過程有哪些內容 你們討論了什麼 嗯... 接到電話的時候是有大概... 是有大概跟我確認一下我提案內容的方向 對... 就是在做一次確認 那確認完以後就問我... 確認完以後大概... 應該...應該是隔一段時間 然後有跟我講說會開一個協作會議 對... 那就... 那就全家時間後來就來開協作會議了 嗯... 那在你掛到電話到參與協作會議之前的這段時間 你那時候的想像是什麼 對於協作會議的想像 嗯... 就是跟... 很多政府高官開會 呵... 然後... 然後你... 你覺得你在裡面的角色可能會是怎麼樣 嗯... 一開始還沒有去的想像 嗯... 我... 一開始想說可能就是去聽長官講一些話 那看我有沒有什麼... 什麼問題... 就回應 對... 那... 說不定可以討論出一個結果 那時候其實沒有... 沒有太多... 正面的想像 沒有太多 對 那... 那實際開會的時候 跟你的想像 有沒有什麼... 什麼不同 嗯... 就差蠻多的 對... 因為... 差蠻多的地方是等嗎 嗯... 就是我還蠻... 驚訝會... 會... 會... 會請到... 各方面都有... 都有連... 連接的人過來 這樣... 對... 那也同時那個時候我也想說 喔... 我... 我提案的時候可能想得有一點... 太... 狹窄了... 對... 就把事情想得太... 太簡單 所以那時候其實有點... 說之無錯... 對... 那可是實際上那樣... 那種討論方法的話就是讓... 讓每個立場的人都可以發表他的... 意... 意見 對... 那我覺得是還蠻好的 嗯... 還有沒有其他的地方你覺得... 跟你的想像原本也是有落差的 嗯... 應該是多了蠻多討論的時間吧 對... 就是可以讓各個立場的人去互相... 互相討論彼此的...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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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見 對... 而不是說... 說好像只有政府高官跟我們上對下 或者是下對上的關係這樣 對... 那下午... 下午有分組... 討論然後採出一些可行性的方案 那你覺得在那時候的討論... 你那時候有沒有什麼樣的觀察 覺得是... 你覺得比較... 印象深刻 印象深刻 好的或不好都可以 嗯... 因為你剛剛有提到說 沒想到會有這麼多不同關係人來 那所謂的關係人 你印象最深的 有哪些是你一開始想不到他出來 他來開會你下一條的 嗯... 印象最深的話... 第一個應該就是... 大部分都蠻驚訝的 因為我那時候... 對於線上遊戲... 的... 這件事情... 的概念 我大概只有想到就是玩家跟廠商 對... 那廠商跟... 跟... 跟... 經... 經濟部或者是... 公平會之類的 對... 那就是沒有想到... 還會有... 其他... 像是有一個什麼... 線上遊戲... 線上遊戲發展協會嘛... 那個台灣的... 對... 像是... 像是那就是我... 頭一次知道... 那那時候就整個... 欸... 有沒有這個東西... 還蠻驚訝... 對... 那你有沒有參加過類似... 方式討論的工作坊... 或是會議... 嗯... 也沒有... 這個是... 之前也沒有... 之前也沒有... 這都是... 第一次經驗... 就只有這一次... 對... 那會議結束之後... 你覺得這樣跟政府... 跟民眾溝通的方法... 怎麼樣... 嗯... 你覺得哪邊可以... 調的... 調整得更好... 嗯... 整體來講算是一個... 蠻好的經驗... 那... 調整的話... 我是覺得... 呃... 如果可以... 像是... 直播的方式... 讓所有的民眾都可以在下面... 在... 在下面提出自己的建議... 那我們可以即時觀看... 那時候一定會有更多... 比較好的... 想法出現... 對... 然後還有就是... 開會的... 因為是直播那開會的時間... 如果可以選在... 比較多人... 可以直接參與的時間... 那應該會更好... 對... 不然像那天的話... 可能... 呃... 有... 呃... 從學生的話... 就是有... 起莫考卡著... 對... 那從... 對... 那從上班族的立場... 從上班族的話... 當然就是... 他要上班... 他沒有辦法過來... 對... 那可能... 就少很多... 嗯... 了解... 謝謝... 嗯... 那像是... 我們... 因為早上的... 用到的方法... 就是有... 用便利貼的方式... 幫助大家... 理清... 每個人的觀點... 那這樣... 你覺得這樣子的方式... 討論方式... 你覺得... 怎麼樣... 還蠻不錯啦... 就是可以先... 初步了解大家的... 想法這樣... 嗯... 對... 那下午有用一些工具... 幫助大家... 釐清... 就是... 在想... 概念的時候... 怎麼樣可以想得更完整... 你就有帶到說... 要解決什麼問題... 嗯... 然後... 有沒有什麼限制... 所以可以幫助你去思考說... 呃... 這個概念有沒有發展完成... 那之前... 有沒有... 類似這樣子的方式... 去處理過一些... 一些... 問題... 或是議題... 嗯... 沒有... 因為我... 我... 我... 其實是... 是... 是沒有很喜歡... 去跟人家講話的類型... 嗯... 所以上次... 上次這一次也是... 很... 嗯... 算有一點... 小... 衝... 衝動把出來提案... 對... 所以在他之前... 通常... 也沒有這種經驗... 嗯... 下午有這樣子... 理清概念的方式... 你覺得有沒有可以調整的地方... 嗯... 幫助你在跟其他的人... 要一起溝通... 討論出一個... 你原本關心的問題... 然後要怎麼解決的這個部分... 你覺得有沒有... 在... 方法上有需要調整的... 嗯... 嗯... 不會... 我覺得那整體到... 就... 就蠻好的... 那在會議結束之後... 你覺得這樣跟... 呃... 不好意思... 朋友... 如果你的朋友對公共議題有... 想法的時候... 就是在未來... 那... 呃... 你會跟他分享... 你參加協作會的經驗... 或是跟他... 推薦旧的平台... 嗯... 對... 我會... 請他試著用這個平台看看... 對... 那... 那當然提案的內容... 要有一點內容啦... 不然... 對啊... 像是... 幾個月前看到新聞... 好像有人濫用這個平台... 放一些... 非常奇怪的提案上去... 那... 那...可能就不太好... 這樣... 嗯... 所以你有做過這件事了嗎... 蛤... 有家裡... 或者是朋友... 在討論某個議題的時候... 你有跟他們說... 欸... 這個你們不爽... 你們就去救贏提案啦... 受不定有用... 你有做過這件事了嗎... 還沒有... 因為我... 我身邊朋友不太討論這個... 喔... 沒有... 好... 對... 好... 好... 對... 那... 呃... 你的提出的建議... 慢慢變成了具體的政策... 嗯... 很像一個心情跟想法... 嗯... 就... 很開心... 很... 很開心那個時候的提案... 可以慢慢的... 形成一個... 結果這樣子... 對... 那... 那... 當然... 希望... 希望有了這個... 政策以後... 台灣... 的遊戲環境可以變得更好這樣... 對... 嗯... 那... 你之前有... 在... 就是... 救贏提案... 之後你有... 去其他的平台去... 發布這個訊息嗎... 讓大家... 嗯... 然後... 那些... 那些討論區有沒有在持續討論這件事情... 嗯... 到後來就比較少... 就可能有一點沉積下來了... 對... 因為那個畢竟有一點是靠著... 某一件事情的火器去... 去提案的... 所以可能那個... 火器大家慢慢降下來以後... 對... 就有一點... 消止了這樣子... 不過因為這個案子... 預定可能五六月份... 會在... 行政院再公告一次說... 我們訂了一個新的規定... 大家來看看有沒有什麼意見... 那那個時候你還會再到... 比如說巴拉姆特去跟大家說嗎... 嗯... 會... 那我還是會把這訊息公布上去... 那這樣... 讓網友看看... 就是... 看有沒有什麼可以... 更好的地方... 對... 嗯... 那目前的結果... 有沒有可能提升玩家對政府的信任? 嗯... 有... 我... 我覺得是有的... 那...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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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畢竟政府也是... 把我們的想法... 換... 把我們的想法化... 化為實際行動跟結果了... 對... 那當然有一些可能... 會有實際方面的考量... 所以沒有辦法... 所以沒有辦法... 才用的... 對... 所以就可能... 嗯... 我覺得... 我覺得... 我覺得只要... 有一個結果就是好的啦... 這樣... 嗯... 嗯... 了解... 對... 好像... 問題差不多了... OK嗎? 那就先這樣... OK... 謝謝... 謝謝...